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6月13号星期六 FBI抓捕了一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 怎么回事 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旧金山分校 一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准备离开美国时被美方人员抓捕 那么理由是这样 说他申请赴美签证的时候 刻意隐瞒了其现役的解放军军官身份 说他是现役的解放军军官 并不是退役的 是现役的解放军军官 所以被控签证欺诈罪 最高可判监的10年 并罚款的25万美元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联邦检察官安德森 说涉案人王欣在2019年的3月26号 使用了一本的假护照 装作是一名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合作的医疗研究人员的身份的入境 在该校的一个实验室工作 他被调查的认为他是解放军中的 叫九级技师 说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 奖学金赞助和支持 那么说解放军的九级技师相当于什么 说相当于美国的少校军衔 说他算是现役军人 拥有这种少校军衔 面对这个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日的回应说 据我所知 王欣只是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医生 我看不出来 他怎么会危害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 敦促美方的立即纠正 这一严正错误 停止利用的各种借口 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 进行无端的限制和打压 保障中国在美人员的正当合法权利 华春莹这么一说 我看王欣应该基本上就没跑了 因为华春莹这大姐 都是正话反过来说 反话正过来说的 对吧 他们这么一说 王欣看来应该不直指 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身份 如果咱们这么说 我相信美国的司法 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的 如果他真的是现役的解放军军官 然后拥有相当于少校军衔这种级别 然后的确确到了美国之后 然后在学校的实验室工作 并且把学校实验室的一些研究资料 说美国有证据 说他把实验室的研究资料 给了他认识了解放军的军官 而且还用各种仪器测量了实验室的 这种建筑规模 然后等级 然后把建筑室的信息给中国 让中国的解放军在中国模拟该校的实验室 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实验室 反正这是美方的指控 我相信美方如果这么指控的话 他们应该有证据 最好你要能证明他是解放军 现役的军官 对吧 如果这些都被证明的话 我觉得 那么控告他签证欺诈 这个肯定没问题 对吧 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就只要这一条罪名成立 最高就已经可判10年并罚款25万美元了 其他的那些还不算 对吧 那么咱们等待着美国司法 我相信美国司法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 好吧 这些事情到这里 谢谢大家